北京仍要廣造 超級聯繫人 地產商被爆 借高利泰救命 白紙運動親力者 爆逃亡過程 觀眾朋友大家好 東密是香港時間11月28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香港簡訊》 我是麗珊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多間港媒11月27日舉辦首屆香港財政論壇 港府及中聯辦官員到場出席 中聯辦主任鄭雁雄發言時稱 香港仍擁有擔當中國和世界之間的 超級聯繫人的重要角色 經濟前景大好 受到網民嘲諷 港媒報導 鄭雁雄致辭時大談香港優勢 似乎在為猶亂而治的香港再次定位 鄭雁雄稱 語言無障礙 文化無格核 財富通四海 國際化特色是香港最鮮明的標識 並稱堅持國際化特色是香港揚名立萬的成功密碼 鄭雁雄還稱 香港作為中國式現代化超級聯繫人的關鍵所在 面對任何風浪挑戰都不能變 也不會變 不過 關於香港目前的定位 就連親政府建制派議員也有不同看法 立法會議員謝偉俊 近日在行政長官2023年施政報告 致謝議案辯論中 批評報告內容過於鴻觀 缺乏與市民的直接對話 形容是萬事俱備 只欠民心 謝偉俊指 以往立法會施政報告辯論 都是按照經濟發展動力為主 但這次的重點在23條和國安 形容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興是民生、經濟 如果政府的重點在亂 則以焦點錯配、缺乏前瞻性 謝偉俊引述報導批評 港府面對大型的國際事件的時候 跟隨中央部委、漁外交部的口徑 是最懶惰及最保險的做法 但這樣是不是真的符合香港最大的利益? 是不是中央政府最樂見的呢? 謝偉俊進一步質疑 香港現時是繼續嚴用過去百多年的做法 承擔國際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還是聯合大灣區做國內的一個城市 成為沒有色的夜明珠 並要求港府盡早做出定位 早點響給大家心理準備 另外 除了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級級可危 最近多個數字反映 香港國際航運物流中心地位 也只面臨危機 據港府最新的數字 雖然今年10月份 整體出口和進口貨值分別按連 微升1.4%和2.6% 但貿易差額仍然按連持續負增長 達到接近-260億元 整體出口表現大致依然疲弱 同期貨櫃總吞吐量方面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近日表示 尿傳連貨櫃總吞吐量持續向下 甚至低於沙士疫情及金融風暴數字 恐將20年來首次跌出全球港口吞吐量排名榜前10名 不少網民留言指 在北京和港府的管治下 香港已經痛失褫日的繁榮和自由的風采 難再發揮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有網民表示 香港是英國變出來的 你們一接手就變成臭港 也有網民嘲諷 創造雙維街族 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國際航運中心為止 還有網民說 說那個不尷尬 聽那個也覺得尷尬 美媒日前披露 香港地產商面臨234億美元銀行貸款 於明年到期的壓力 轉移尋求高利率的私人貸款 應對融資缺口 據彭博社11月26日報導 隨著現金流的壓力超大 發展商利用更多非銀行融資 以支付新項目或載融資貸款 例如瓦居樂集團 早前二年利率20% 借入8.94億港元 報導表示 地產商的潛在融資缺口吸引了家族辦公室 私務股權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等機構 願意在有資產抵押情況下 提供高風險高收益的貸款 不過報導指出 發展商因此 延遍臨新的困境 一方面尋求私人借貸 需要以特定的財產作為抵押品 另一方面 較高的利率將加劇行業的債務困境 報導說 即使是香港一些大型的發展商 如新世界發展 也在積極擴張後尋求減少借款 報導引述 細邦毅理事香港投資銀行部執行董事 曾俊昆的看法 形容發展商面對融資成本上升 資產股值下降的雙重打擊 借款人變得越來越困擾 報導還指 有資料顯示地產行業衰退很嚴重 截止今年9月為止的3個月內 香港商下空置率接近歷史高為15.8% 高盛集團持有多數股權的一棟辦公大樓 將售價下調三成以上 以及上個月香港房屋銷售案連跌33% 報導認為2024年情況可能會突然有變化 隨著銀行要發布年度業績 在明年首季進行資產重新定價 在資產價格下跌 不良個案增加的時候 銀行可能會在借貸如期違約前 以折扣價出售房地產貸款 這可能會推動更多借款人尋求其他融資途徑 消息引發網民關注 有網民表示高息借錢 情況與內逢來爆全一模一樣 結果可想而知 還有網民擔憂 又有大爆炸 欠這麼多怎麼辦 名斯基時刻香港上演 在白紙運動滿一周年之際 全球多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紀念 有逃亡海外的參與者 對外媒講述了被捕及逃亡的經歷 據美國之音報導 一年前 僅在中央財經大學商學院就讀的張俊傑 參與運動後被母校強行 以生病為藉口 要加獎大會員籍 之後張俊傑又被江蘇南通警方 以疫情隔離為藉口 送進了醫院 並被醫院扣上精神分裂症的帽子 張俊傑曾連續幾天被綁在醫院床上 強迫服用抗精神病藥 張俊傑告訴美國之音 當時醫生和護士 反覆地跟他說 你不擁護中共 你不擁護共產黨 你就有病 這個就是下場 張俊傑從去年12月到今年的3月 兩次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還被迫休學 他別無選擇 只能想辦法逃離中國 最終在4月拿到新西蘭一家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後來在7月獲得簽證 8月13日 他突然看到家門外有警車 異常警覺的張俊傑沒有告訴家人 在3日後的凌晨一個人從深圳進入了香港 買了去新西蘭的飛機票 成功出逃 從8月18日抵達紐西蘭後 張俊傑收到學業的空餘時間 仍然不忘繼續投入 捍衛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活動 今年10月中旬 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在學校張貼 聲援被港府當局 以組織和參加紀念六四燭光晚會 等罪名判營入獄22個月的香港律師 周幸彤 以及被老窩政府遣返中國的人權律師 盧思偉的海報 張俊傑表示 為了紀念八指運動 計劃在新西蘭大學內張貼海報 給無論是中國學生還是本地人 能夠了解中國的變化 能夠知道中國人對中共的抗爭 這正是紀念活動的真正意義所在 2022年11月26日 中國南京傳媒學院 悼念新疆烏魯木齊火災 事件演變為抗議中共的白紙運動 示威浪潮隨後延續到中國至少21個省 包括39個城市 超過8家高校 並進一步燃燒到海外 被外界認為是中國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 最大規模的公民行動 一週年之際 在美國的紐約 洛杉磯 加拿大的多倫多 英國的倫敦等多地華人 舉行集會和藝術展等紀念活動 其中不乏港人的身影 在倫敦 去年新成立的華人組織 中國反賊聯合多個團體舉辦藝術展 展出大量和白紙運動相關的畫作 海報、裝置藝術以及影音作品 有港人團體代表出席支持活動 另外 有在日本留學的大陸學生 目前在東京舉辦MeToo展覽 延續白紙力量 參與者對自由亞洲表示 白紙組織例如連龍場、無大台等策略 是體蒙子、反送中運動 而內心那股政治衝動則原自 2022年6月4日港警峰維園改日